玩具 今年是儿童年 我记得的 所以时常看看造给儿童的玩具 马路旁边的洋货店里挂着零星的小物件 纸上标明是从法国运来的 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见一样的货色 只是价钱更便宜 在担子上 在小摊上 都卖着渐吹渐大的橡皮炮 上面打着一个印子 道完全国货 可见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了 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炮上 也有同样的印子 那却应该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大公司里则有武器的玩具 指挥刀 机关箱 坦克车 然而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见 公园里面 外国孩子巨杀成为圆堆 横插上两条短树干 这明明是在创造铁甲炮车了 而中国孩子是清白的 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后面 羞怯的 精益的看着 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 一太太 鸦片枪 麻雀牌 毛毛雨 科学灵机极金刚 金刚法汇 还有别的 忙个不了 没有功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 虽是儿童年 虽是前年申立了战获 也没有因此给儿童 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儿 一切都是照样超 染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 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 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 染成红绿 连坐一排 筒内藏一个弹簧 旁边有一个把手 摇起来就咯咯的响 这就是机关枪 也是我所见的唯一的创作 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 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 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 大地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 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 毫不愧虑 因为这是创作 前年以来 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 好像非此不足以自显其高解 现在沉默了 那高解也就渺渺然 茫茫然 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 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 与文明的玩具争 他们 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 极心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 更其值得赞颂的 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 鄙夷或悲悯的冷笑 6月11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14日 申报 自由谈 山后 4月4日 5日